而再来镜头转回国内 近期呢 宁达北捷的时候 不要再滑手机会听音乐了 因为在南港展览馆 出现了突发的事故 一名模特儿 他在搭乘捷运的时候 被男子尾随 并且破了不明的议题 那么这名女子相当的紧张 立刻向战方反应 没有想到这已经是 一个小时之内 发生第三起的攻击事件 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子 跟平常一样走下手扶梯 准备进到车厢内 却在进去前一秒 后方穿着蓝色脸帽 外套的男子向前泼洒 只见被害人回头 看了一眼 对方迅速离开 怀疑对方早就锁定他 因为人来人往这么多 这名男子却疑似 在南港展览馆站 徘徊多时 被害人是一名模特儿 IG有1.5万人追踪 谈言自己跟平常穿的打扮都一样 原本是要到市府站 事发后紧急向月台询问处通报 事情发生在南港展览馆站 去捷运的终点站 来往人潮这么多 没有想到嫌犯居然死即犯案 检方调查被害人不只有他 下午1点23分 嫌犯下手之后没有马上离开 反而走上去到进出寨的区域 在四十五分时对第二人下手 两名女子受害目前已经掌握旋分 像这边都会有这种 对讲机或是什么的 就是有这种紧急的求助的 或者是说保全 这种就是赶快的 对然后就是 我觉得自己保护自己是第一点 那捷运我希望 就是各个交通要到 大家都提升这种危机意识 专案小组裁券不明议题后 还要分析确认 只是从哪一站进站 又在南港展览馆站待了多久 是否还有其他人受害没报案 这些都还要调查 而警方也掌握了这名 泼洒不明议题男子的动态 根据了解呢 他是在东湖上车 南港展览馆下车 短短两分钟就至少攻击了 两名旅客 而且呢他疑似锁定 人流量庞大的捷运站作案 目前他到底泼洒什么样的议题 还有待检验 警方调阅更多的监视画面 比对嫌犯行机轨迹 发现这名男子 4号下午1点14分 从文户县东湖站进站 达到南港展览馆之后 1点22分先在5号出口附近 朝一名56岁妇人 泼洒不明议题 两分钟之后 又在月台旁边攻击 26岁的女模特儿 最后从南港展览馆站离开 在站内逗留将近20分钟 从车站剖灭相关位置观察 第一名受害妇人 与第二名受害女子 仅仅相差一个垫幅梯的距离 南港展览馆站 平常搭车的旅客就很多 到了周末更是人满为患 根据台北捷运统计 南港展览馆站 今年1月份 光是近站人数 就高达92万人 加上出站人数突破百万 东湖站一个月内 进出站加总也超过50万人次 如果以每天进出的人数来观察 南港展览馆站 每天5万多人进出 以通勤上班族居多 东湖站1万6千多人 但旁边就是南湖高中 和南湖国小 学识也不少 嫌犯这回随机犯案 宝特瓶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警方目前已经将检体送往监视中心 初步化验没有酸碱值反应 但完整检验报告还得等一个月 嫌犯这回疑似是拿进老票 悠悠卡搭车 到底是自己的 还是偷来的 还需要厘清 但对其他旅客来说 人一天没落网 无非就是隐形的威胁 就怕哪天再朝旅客乱坡 转过神又混入茫茫人海中 TVBS谢谢心理节 台湾这么多 好 其实不少国家的捷运 或是地铁站火车站 都会实施严格的安检 不能携带过多的议题 或者是刀械相关的物品 但是呢 台湾的治安相对来说 比较良好 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 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您 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震捷的随机攻击事件 搭乘捷运 乘客到底要如何停看厅呢 社会大搜查线 我们欢迎雨雅 大家好 晚安 好 雨雅现在发生这样的事件 就是搭捷运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要呼吁一下大家 不要顾着滑手机啊 或者是听音乐 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四周的状况呢 没错 那其实讲到这个呢 从郑洁案件发生之后 现在在捷运上任何大小骚动 其实民众都会非常的恐慌 但也是因为有郑洁这个案件 捷运警方呢 在全面的戒备上是 进行所谓的大升级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呢 那台北捷运它的权限 总共有131个车站这样子 那其实呢 我们的全部的警力是200多人 也就是说一个警察 他们是要负责上千名民众的安全 相对来说 其实是还蛮吃力的 所以这个捷运这边呢 他们就每一个站都会增派一名保全来戒备 那重要的转程站呢 就会一到四名 重要转程站就例如像台北车站啊 这种人流量非常多的车站 但捷运的保全 他们其实跟一般的保全非常的不一样 也不容易当哦 一定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包含像是急救证照 军警退役的背景 还有专业武术的证照 就是要确保他们在体能上 有足够抵挡危险的能力 而且他们在11个重点车站 包含像是新门帝纳 忠孝新生 忠孝复兴这一种 他们站站都会巡逻 那讲到警力的部分 民众要如何的自保呢 其实包含了六大招 最重要的就是先跑再说 千万不要硬碰硬 或者是觉得自己可以 反而是惹怒了这个歹徒 让自己更危险 那如果跑不了怎么办呢 像郑杰的这个案件 其实大多民众他们在车厢 真的是跑不了的 那当然就可以利用这个车厢里面 每一个都会有一个服务灵 按下去之后 他也是一个求救牛啦 按下去之后 就会有服务人员来到场 就是他们的站务人员 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 警方到场之前呢 一定要先做好这个自保自救的 这个步骤 千万不要去跟对方硬碰硬 这个还是最大的自保之道 不过近期最大的这个治安新闻 就是基隆八度派出所 被相关人员呢 开车冲撞 而这个事故有一名远警不幸殉职 而现在是不是警方呢 他们也在想说 我们要到底如何维护 自保门派出所的安全 很多人不是停警车 要嘛就是停路障 可是这种花式的防范方式 真的能够治标吗 对发生这种安全 其实最怕的就是模仿犯效应 所以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 警政署他们就下令 全台的各派出所 你们都一定要加强门口的维护 那现在各大派出所呢 可以说是各出其招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三张照片 包含像是有派出所 他们是用牛泽西护栏 就这么大一个放在派出所的大门口 还有呢是用了这个三辆的警用摩托车 跟两辆的警用轿车 那就有民众看到三辆机车 他们其实还蛮傻眼的 甚至有民众说 这应该只抵挡得了老奶奶的电动车吧 那再来呢就是有民众说啊 有些派出所外面不是会有阶梯吗 为什么不采用这样的做法 那其实有派出所外面有阶梯 有一些派出所是有原因的 因为先前在桃园还有这个台北 都曾发生过 酒驾的民众开车冲进派出所 所以当时候他们在派出所的门口 就有进行调整 做一个阶梯有缓冲的这个方式 但是呢这个真的会有效吗 有基层远警他们就来说了 他就说扭折性护栏太重了 如果有要出入的话 你还必须要用吊车把它吊起来 其实非常花费时间成本的 再来就是呢 如果你是用盆栽啊 或者是其他大型的东西 放在那边其实会影响到出入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就有人建议说 可以用这个电动的升降柱 或者是移开值班台 其实像移开值班台呢 是蛮多基层远警建议的啦 因为他们说 就算是要第一线帮民众办公 其实把值班台往里面放也是可以的 那警政署他们最近也是非常的密集 开会讨论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们也是说了 会把这个升降的电动柱纳入考量 不过其实要做到全台的派出所统一 以及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率的 其实可能会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以及这个费用的部分 确实喔 这个派出所的安全呢 让远景知情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安全不设防也是很重要的 而我们谢谢宇雅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